看到好像是有 实际上没有 刹那神秘 我们这个刹那 要能够真正体会到 这个刹那 是夜弹指320 320兆的神秘 所以神秘太快了 快到无法想象了 神秘就是不神秘 这话意思很深 如果真的没有神秘 说神秘就是不神秘 这个话不是废话吗 确实有神秘 神秘太快了 不但我们六根能力 没有办法 见到这个神秘 我们六十去思维 想象它也想不出来 它速度太快了 我们这个六根六十都是它变现 那要怎样才能见到呢 我们把六根六十放下了 它自然就先前了 所以我们要问 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是怎么开悟的 慧能大师 在方丈时听讲金刚经是怎么开悟的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大天教练告诉我们 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指着放下 就开悟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跟中文里面要求的修行纲领 也可以 中文里面要求人 立心一时 参 这参禅吗 怎么叫参呢 立心一时才叫参 用心一时 那叫研究 用心一时 你学学佛法 你是高佛学 立心一时 那你真的修佛 为什么你成佛了 心是什么 心是阿赖耶 阿赖耶三西相的夜相 就要称这为心 莫娜 是知诸 四大烦恼长相随的知诸 一时是分别 立心一时 就是立妄想分别指着 立得干干净净 自信就显现了 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懂了 懂得怎么样呢 懂得叫解悟 那没办法证得 证得是管用 解悟很不管用 这个证得的是 证悟 你真的放下了 把妄想分别指着 放下了 他们很厉害呀 顿时顿悟 就是妄想分别指着 他一下就放下了 凡福 成福 一念之间 他把那一念放下了 这个很厉害呀 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 释迦牟 和摩尼佛 是这样的 这叫原顿 更新 在中国 唐代的时候 我们从惠能大神里看到了 那也是顿悟 顿谁 问题是你肯不肯放下 不肯放下是觉悟 放下是证悟 我们现在是觉悟 在大神教里面 这么多年的讯息 我们承认 一点都不怀疑 我们也能称得上 大神里面的 终上更新 你对四世真相 明白了 认清楚了 你不怀疑了 就是没放下 这是古人所说的 物后其有 现在你要干的是什么 放下 怎么放下 吃饭的时候 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穿衣的时候 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工作时候也如是 除世在人 借无 也如是 你就成功了 那叫真修 顿谁难 佛菩萨有善巧方便 叫我们建修 慢慢的放 把烦恼 把烦恼吸气 要真的 断掉 那个断掉 就是放下 就放下 就是了 吃饭的时候 不要再挑剔了 虽然而不盼 那叫功夫 那叫修行 那一招 金教上告诉我们 头一个 要把神经 放下 这是今天里面 告诉我们的 我们最大的毛病 就是执着 这身生活 有这个执着 就会有自私自利 就会有 贪嗔痴慢 佛跟我们讲的是真的 首先你要看破 神不生活 什么生活呢 自信生活 宇宙万有 是自信变的 自信生活 自信所变的一切法 设法界 一真庄严 你要真的搞清楚 设法界 一真庄严 跟自己是一体 哪个不是我呢 云云众生 生活 花草树木 生活 山河大地 生活 变法界 虚空界 生活 恭喜你 你真的发生 那就要发生 那跟自己是一体 是一不是二 自信变的 自信 能生 能信 阿赖耶什 能变 这个 能信 能信 能生 这一切万法 千变万化 那个千变万化 是谁呢 是阿赖耶 实能变 信 能生 能信 实能变 一体 在用中国的话 讲能力 这是佛法的能力 大臣里面的能力 能力是一样关系 尽虚空变法界 是自己 你说这个关系 都密切 所以 只要你见了信 自信里面的 慈悲 自然就生起来了 叫大慈 大悲 无缘 大慈 同体 大悲 就现起了 这一现起 你自自然然 就跟诸佛菩萨一样 要普度众生 众生无边 十元度